大家好,在这期视频当中,您将学到2021年免费数字化生活教程 5分钟轻松申请英特尔免费80核CPU及256G内存的人工智能开发云服务器 我是老罗,我的频道专门为大家分享数字化时代的免费知识 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帮助各位打造数字化生活 数字化生活请关注老罗 也希望大家点击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次精彩相遇了 免费英特尔云服务器的申请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注册前段材料准备阶段 第二阶段注册流程概述 第三阶段注册过程的演示 最后一个阶段问题及解答阶段 好在我们申请准备申请之前我们需要做一些准备 首先网络方面暂时没有发现任何的网络限制 只要电脑可以上网都可以申请 但如果碰到不能申请的情况请尝试使用 可以访问谷歌邮箱的网络进行申请 或者使用我前面其介绍过的 申请免费美国远程电脑 用远程电脑进行申请 第二个是设备 电脑或者上网的设备都可以 第三是邮箱 邮箱最好用一些知名的邮箱服务商 比如讲Gmail Outlook都可以 在邮箱请注意 垃圾邮箱 看是否激活邮箱会进入到你的垃圾邮箱 先把它找出来 第四个就是耐心 可能在生成服务器的时候 会出现超时的现象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是免费资源 所以随着申请人数的增多 这种现象会出现得更加频繁 请稍安勿造 这里有个友情提醒 网络任何免费资源的注册和使用 都有其时效性 不能保证永久可以注册 厂商也随时有权 对其提供的免费资源 进行调整和收回 还有一点请大家注意 对于本频道的所有视频 我们会根据时效性 在视频的下方创建一个置顶的评论 用来及时更新内容的发展和变化 请大家及时关注视频下方的置顶的评论 免费的英特尔云的申请流程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账号的注册阶段 我们要进入英特尔的网站 进行注册 确认邮件 然后填写个人信息 输入密码 完成注册 之后进入第二个阶段 激活账号 进入邮箱 点击邮件中的链接 来激活我们申请的账号 之后 我们就要进入第三个阶段 登录账号 点击网站上的三印按钮 输入前面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 登录英特尔网站 登录之后 我们就需要激活云账号 这个其实是在登录的第二个出现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 你选择一个 你使用云的目的 它会给你三个选项 我是选择最后一个选项 然后你再挑选一个你所在的行业 最后submit提交即可 第四个阶段过了之后 就到了我们最后一个阶段 也是最重要的阶段 就是申请服务器 所以先登录账户 然后进入相应的申请页面 点击申请按钮 进行申请 等待系统后台配置完成后 既可以使用英特尔的云服务器 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需要消耗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请大家稍安不早 大家好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桌面 然后调出上次注册的美国远程机 我们这次使用一个临时邮箱 来进行注册 再来copy 进申请的网址 点击register 信息跟名 随便填 这个business email address 显示商业邮箱 也是随便填 标准量 自己定义一个 然后密码 确认密码 复杂度要求 选择国家 选美国 好 Country code加1嘛 美国就是加1 UnitedStatus plusplus1 啊 next step下一步 好 这里填公司 信息或者大学信息 这里是随便填吧 填那个uq 下面随便勾一下 好 点next step 最后submit 结交 好了 这里确认一下 我一块说邮件 说确认邮件 如果说不到 多点了一下resign 比较慢 大概三五分钟 第一封邮件才能出现 然后找到里面的这个link 点一下 好 确认你的邮箱地址 然后又回到了注册页 这次我们叫sign in了 登录 用户名刚刚申请的密码 点击sign in 登录进来了 登录进来以后有一个step two 第二步 其实就选注册这个云的目的吧 我选了第三个 什么独立开发者 然后industry 你所在的产业 我就填了一个教育 好 我给你讲 你将收到 在30分钟内收到这个确认的邮件 你的邮箱 比较慢 现在已经是注册完成了 这个确认邮件 只不过是一个提醒通知而已 没有别的什么用处 然后是第二份邮件 给你讲了一些细节 怎么延长 这是第三封邮件 我给你讲了一下你的登录ID和邮箱 好 我们copy进入第二个网址 来创建 Jepit的notebook 这个东西就是 读器 很难申请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 好 500内部错误 刷新 还是500内部错误 好 点回 再点一次 create notebook 好 又爆错 继续点 坚持不懈啊 天道酬情 又爆错 继续点 想一下 是不是在旁边 给它登录一下 好 给它登录一下 试试看 三印 好 发现左上角那个三印没出来 再点 create notebook 又是500爆错 继续 右上角没东西 感觉有点奇怪 按道理右上角有一个登录的 My Intel就对了 继续 登录 用户名 密码 所以老罗也不容易啊 你看右上角出来了 My Intel 这边 哎 有一些小辣菜单 没看到登进来了 再点击create 就配 Tenobook 还是不行 再点 继续 上面有了 下面还是无法创建 这个服务器 随便点一个 看一下是不是生效 点一个My Intel dashboard 没啥东西 没啥东西 Message My support 什么都没有 好 我们再copy进来 这个服务器的链接 再试一次 点击 不一样了 显示your server is starting up 再准备 再准备你的服务器 做一个进度条 这个进度条的经验是 如果是蓝颜色就成功了 你看红颜色 又失败 但比前面要好得多了 好 relaunch server 重新开启服务器 看看能不能生成 拿 又失败 在我尝试了四五次之后 最后终于出现了蓝条 就不断的刷新就可以了 F5刷新 不断刷新页面 它就不断会出现 这个进度 这个是我成功之后 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界面 你在右上角点击new 然后可以点击一个terminal 就出现一个人机界面 好 输入一下查看cpu 80克cpu 80核 看下它的ram 内存memory 256G 这个还是不是很清楚 我们 再试一下用pathon 打入相同的命令 白底黑字比较清楚 这里可以调调就可以过一下 看一下 好 看到了 x86x64的架构 不是aim啊 跟甲骨温不一样啊 然后这里面就会显示 多少个核 几颗cpu 它是智强 什么的处理器 cpu的频率 是多少 在里面都很详细的表示了 所以 能看到这里 就成功了 后面就靠大家自己 用命令行玩了 到处就只有10个小时 到几时 好 到了问题与解答阶段 首先 你要了解一下 我们申请的 是什么样 一个云 这个云 其实 在英特尔的官方 称为 英特尔 DevCloud FordH 它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它可以帮助你 在专为边缘推理 而设计的 英特尔架构上 实现出色的人工智能的性能 所以这是一个 人工智能的开发云服务器 好 现在对一些 申请中的问题 进行解答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很多朋友讲 哎呀 这个服务器总是刷不出来 老是出现红色的进度条 显示失败 那我只能说 多刷新网页 我也是在刷新了 四五次之后 才出现了 那个蓝色的进度条 从而进入后台 使用服务器的 第二个问题是讲 英特尔云的系统是什么 经过我的查看 是Ubuntu系统 第三个问题 也是大家比较常见的问题 就是问 这个云应该怎么使用 其实这是一个 10小时期间的云 每10个小时 可以重新申请使用一次 所以就跟我们之前的 Github Action 那个美国的免费主机 的模式是差不多的 所以基于这个模式 大家可以各书几件 创新的 预言 创新的 实用这个云 我们下载了 我们下载了